大家好,现在是2022年10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今天晚上我们想说的不多,只是想提醒大家,尽防明天大盘出现变盘 我们看到上阵指数在15分钟图上,即昨天之后,今天上午是再次冲击了 之前反弹所构建的那一个震荡区间的下沿位置 但是很遗憾,结果并没有成功 因此在15分钟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大盘这两天的震荡范围 被限制在了一个非常小的区间内 一般来说,这么窄幅的震荡是不会维持很长时间的 所以明天最晚最晚下周一 我们认为大盘应该就会做出一个短线的方向选择 从目前的情况看,明天出现这个选择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也就是明天会出现方向性变盘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那么这里面到底变盘是向上还是向下 现在真的不好说 昨天我们知道加拿大央行是意外的只有深吸两码 这可能会增加资金的短期风险偏好 以及贵州茅台目前看在1400元附近应该也会有一定的支撑 再加上之前北京方面并没有取消机构限卖令的情况 以及在本周二进入市场救市的国家队 这些都是支撑大盘可能会向上变盘的因素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在上阵50目前还没有跌破前低的情况下 A507指今天已经是再创了阶段新低 再加上目前内地防疫封城 对生产和物流的影响也比我们之前预计的要来的更大一点 还有再加上之前反弹过程中表现最强的性创概念 其领头羊中国软件 今天下午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走弱迹象 所以综合这些 现在假如要对明天大盘到底是选择向上还是选择向下 做一个肯定的判断 这个现在实话实说真的只能靠猜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 就是针对明天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的两种情况 提前做好准备 那么这就是今晚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